怎么包住球 676 怎么包住球 大家有这种感觉吧 比如说 这个形容的特别的 这个形容的特别的 没有一个 这个 这个形容的 这个我觉得比较的 比较的好 就是说比如说 你可以找一个球 或者是模拟一个脑袋 然后呢 你可以从他的这个右耳的下面 看这个时候包住球 是不是这种感觉 那么呢 你从他的左耳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这个感觉去包住球 所以说 我一直跟大家形容 你去画一个圆 在你打球的时候 你去画一个圆 然后呢 你给它分成四份 然后呢 你在反手击球的时候 你就感觉在画上面的 这个四分之一圆 只不过它不是这个样子画 而是 就是立体的三维的 这种感觉去画 那么其实 这个感觉就是包住球 因为我们击球的时候 应该是 有左下嘛 对不对 下圈球 看 左下 那基本上是这个感觉 看见了吗 这种去包着球 所以说 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的 撞球 这种 就是包着球 所以说 到底 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需要大家自己 去误一下 好不好 需要大家自己去误一下 你看 我单纯的直着向前 这个球就完全是撞 你看 看 是不是 有外展 有内收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包着球 因为我的出手 它是有弧度的 而不是说直的 直的 但是大家现在打球 基本上就是 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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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呢 就是 一 二 或者是反手 一 二 要么这样 一 二 所以说这个动作 非常的好改 动作 很好改 只要大家呢 去 用心去练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很多球呢 现阶段 我稍微说一下吧 好不好 别这么急着下播啊 稍微说一下 突然想到了 然后不然我怕明天又忘记了 那么呢 一个就是大家 在正手的时候 尤其是直拍啊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容易 看 由后向前去发力 这个时候 非常好改啊 你去干嘛 你看 正手 看见了吗 横着打 由后向前 你没有任何的 你看外展与内收 对不对 去把你的左手 看 固定住 看见了吗 这个时候你 让它近一点 没关系 因为你到最后 你手松了 它还是会有距离的 让它近一点 没关系 然后 在你的面前 画一个 画一个半圆啊 看 让你的拍头 去感受 再画一个半圆 这个时候 我认为 你要改正手 攻球的动作 它就非常好改 看见了吗 感受到 用你的拍头 去画一个半圆 虽然说呢 我们打球 并不会这么去打 这么去护着 但是这个是可以改动作的 然后松开之后 看见了吗 这个动作呢 就会比较的好 因为你横着打 一个是 这个拍头 看 不是这个拍头 这个肘 你看 向后 然后呢 这个手呢 又不想像它这么压 不然你会下往 然后你这个手是直的 看 这么去打 那么横拍呢 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你在打正手的时候 大家来看 你的这个肘 看见了吗 就是其实你本来 动作从引拍到收挺好的 诶 非得在最后加一个这个 看 是不是 把这个省略掉 怎么省略啊 让你的肘 一直去找到你的 后下方的脚后跟 就是你没打完一个球 让它去找后下方的脚后跟 而不是说你没打完一个球 这个肘去找到 左脚的脚尖了 自己这么去感受一下 就是说你打慢一点 或者是挥动作 让你的这个手 你看 现在是右脚的脚后跟 对不对 脚后跟 好 如果说我但凡偏一点 偏到了我的脚尖 这个球是完全不行 所以说这个呢 也可以帮助大家 也可以帮助大家 去改一下动作 好不好啊 好不好 来 请我们啊 没点关注的 点个关注 加一个灯牌啊 感谢大家 怎么样 今天的这个 一下一上 大家有收获吗 这个正反手的衔接 本来是要再讲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本来是 拧拉的口诀 完全忘记了 幅度太大了 怎么突然想起拧拉了 拧拉没听吗 大家有收获 有收获 就非常的好 本来这个我们可以回来 再把这个搓跟拉 给大家结合一下 因为这个毕竟是搓一板 拉一板 上旋 衔接一板 这三板 大家都会 但是单个的技术都会 但是连起来 大家这个命中率都非常低了 所以说我们啊 尽量把这些东西 给大家解决 解决了之后 你在比赛当中呢 它就会命中率高 那么其实你打起来 就会更有信心 那么你该发力 你就发力 不然的话 你都都是碰 那么你第一把球 你搓不上 对不对 第一把球搓上了 第二把球拉不上 你很烦 那么你拉上了之后 后面又连不上 也会觉得 怎么这么被动呀 就会想特别多 所以说这三板球解决了 那么再配一个 发球跟接发球 其实就非常好打 业余的就非常好打了